高中同学聚会,同桌兼闺蜜临静,强烈要求我前去赴宴,我下班马不停蹄赶往聚会地点。 刚一进门,就看到我的高中同学兼前夫宋宴,他坐在主桌和班长侃侃而谈。 班上的人都到了,我的出现打破了众人交谈的局面。 宋宴也朝我这看来,许晴晴,脸色这么难看,不会是还在想我吧? 我是一名外科大夫,平时一台手术就得十几个小时。 跟宋宴结婚后,我常常因为病人的一些突发情况不得不连夜赶去医院,结束后回到家经常累得虚脱。 宋宴就这件事不止一次跟我吵架。 吵到最后,宋宴干脆去找外面的小野猫解决生理需求。 宋宴的问题,我不想回答,身后的固形却走上前来,搂着我的肩膀,是昨晚上我折腾得太厉害,累到老婆了。 话语一落,全场一片寂静。 大家都一脸八卦地朝我俩这看来,只有宋宴一脸黑。 全场鸦雀无声,坐在宋宴旁边的班长率先开口,情情结婚了哈。 我含羽往固形怀里钻,是的班长。 宋宴气得眼睛都红了。 我补充道,这是固形,隔壁班的,我俩刚领证,过段时间办婚礼,欢迎大家前来。 宋宴放下手里的杯子,杯子落桌时发出巨大声响。 一屋子的人身家你两次婚礼,许晴晴,你有种。 宋宴站起身,摔门而去。 班长尴尬地看了我一眼,赶紧跟上去。 顾形扫了一眼屋子里的人,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有礼有节,不刻意搭讪,也不冷落他人。 不同于宋宴,固形不管在哪,从不会刻意去搭讪女生,也不会在外面拈花惹草。 当年,我和宋宴刚结婚,郊区高速发生大型车祸。 我整整在医院待了半个月,回到家,就看到宋宴和她秘书在卧室。 美女秘书穿着低胸职业装,脚上穿着黑丝,宋宴也穿着一身西装。 两人谈事,不在书房在卧室。 怎么看都不像是在谈工作,倒像是在玩cosplay。 我一进门,两人戛然而止。 服务员把菜端上来,班长推着不情不愿的宋宴进门。 此时的宋宴比刚出去那会儿,脸色缓和好多。 饭桌上,顾行不断往我碗里加东西。 班里,有个女心理委员想上去安抚宋宴。 刚一开口,顾行开始往碗里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还刻意念出来。 南瓜。 宋宴一听,立马站起来,骂谁呢? 顾行一脸无辜,怎么了? 我吃饭呢? 哦,是不是没人给你加东西? 来,我给你加块山楂糕和南瓜,适合你。 宋宴脸都气红了,旁边的女心理委员见状赶紧撤退。 班长伸手,把宋宴按在桌子上吃饭。 一桌子安安静静继续吃饭,旁边的闺蜜还在憋笑。 看了眼旁边的顾行,一脸镇定,好像刚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顾行还站起身,给我盛了一碗乌鸡汤。 来,喝碗乌鸡汤,补补气血和体力。 我看着看着笑了,谢谢老公。 老婆,吃个生蚝,美容养颜。 我笑咪咪端起饭碗继续吃饭。 桌子另一边的宋宴可没那么好气,直接喊来服务员,把山楂糕和南瓜端走。 转头又看向我和顾行。 晴晴,不给大伙介绍介绍你旁边这位哥们。 我咽下口中的食物,缓缓开口,刚刚介绍你没来。 我再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新婚丈夫,叫顾行,跟我们一个高中的,只不过是隔壁班的。 旁边的顾行听到我点到他名字,很礼貌地站起来道,我叫顾行,扎,不对,宋先生好。 全场又静下来,我以为宋宴会再次发火,没想到这回他坐在原位, 冷笑一声,许晴晴,你们认识多久,就结婚了。 这次宋宴没有直接发火,而是将炮火引到我这边。 旁边的顾行娓娓道来,我跟晴晴认识一年了,上个星期刚刚结婚领证。 宋宴轻蔑地笑了笑,就一年,领个证大家伙都不知道,看来也没那么爱。 要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回来找我。 我还是可以勉强解答的,这下变成我的脸是黑色的了。 我爷爷和宋宴的爷爷是老战友,我和宋宴从小就只赴为婚。 宋宴事业有成,我也没谈过恋爱。 博士毕业后,在双方家长的凑合下结婚。 哪知宋宴刚结婚就把阿三往家带,还不知廉耻地把人带到婚房里玩游戏。 一想到我的婚床被别的野猫躺过,我就无比恶心。 我跟宋宴提出离婚的时候,宋宴直言,天底下哪有不偷心的猫。 宋宴自己恬不知耻也就算了,还幻想天底下所有男人都跟他一样,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我跟顾行虽然认识一年,但是每次我值班,他都会给我送饭,甚至接我回家。 顾行一有空就来找我,可以说顾行几乎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我身上。 要不是碍于两家家长的面子,我会直接在整个朋友圈里公开我和顾行的婚讯。 见我生气,旁边的顾行拍了拍我的手,宋先生说笑了,顾家家风言。 而且,野花哪有家花香,这恐怕宋先生无法感同身受。 况且,男人只有管住自己的下半身,才能享受好下半身。 宋先生,您说是吧。 此话一出,全场都看向宋宴。 宋宴在人前惺惺作态,背后又是另一套,顾行这番话可谓把她的狼蹄全都撕下来。 宋宴看着众人,不怀好意道,许晴晴。 一年时间就把以往的种种忘得一干二净,老年痴呆都没你快。 话毙,宋宴又占了上风。 顾行看不得,我被欺负,直接对回去,没宋先生的速度快。 说完,他往宋宴碗里加了一只肥大的生蚝。 补充道,宋先生要保重身体哦。 宋宴里子面子都丢没了,愤然离席。 我和宋宴其实算是一起长大。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我和宋宴一起去过天涯海角,一起走进迪士尼,一起去东北冰雪世界。 大学快毕业,宋爷爷在一次过年宴会中提到我们俩的婚事,两家家长默契撮合我们俩。 博士读完,我们迅速进入婚姻殿堂。 没想到婚后宋宴在公司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利用职位之辩,建了一个美女秘书团队。 林静不止一次提醒我,要防患于未然。 我没大回事,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宋宴趁我不再脚踏N条船。 打扑克牌,角色扮演,一对多,所有能玩的花样都被她玩了个遍。 我直接一纸离婚书扔到民政局。 两家老人知道后痛心疾首,都是战场上过命的兄弟,想后代延续他们之间的情谊。 不诚想我和宋宴离婚收场。 宋爷爷还因此住进ICU,爸妈苦口婆心劝我还是不要把宋宴告到法庭,私下解决。 我看着刚从医院回来的爷爷。 因为担心战友整宿整宿睡不着,最后,我还是和宋宴和平签下离婚协议。 宋爷爷出院以后还不知情,一直问我和宋宴能不能复合。 我只是告诉他我和宋宴已经签下离婚协议,没有回旋的余地。 至于宋宴干的那些龌龊事,我没有直接告诉宋爷爷,连带着亲戚朋友都没有说。 离婚后,我搬出和宋宴的豪宅,住到医院旁边,投入忙碌的工作中。 用工作忙碌麻痹内心的伤痛。 我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临床医学中,不去理会前夫哥的花边新闻,只专注于我的事业。 一次我在急诊会诊时,医院的手术暂时轮不到我这个博士刚毕业没几年的人上。 我在大厅接待和检查送来的伤员。 刚好碰到婚后穿黑丝在我房间出现的那个秘书。 出于私心,我本不想给他看病。 出于医者本心,我还是走上前去。 刚走近他,他发了风势的抵抗。 待着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 他躺在那,脸色苍白,脸上冒着细汗。 走开,我要换医生。 我叫护士按住他,给他检查了一遍。 初步诊断黄体破裂,应该是激烈运动导致的。 我问他,有家属陪同吗? 他没有回我,我再问一遍。 他看了看远处,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到了熟人。 我到场的时候惊呆了。 全是宋燕秘书团队的人。 哥哥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我给他们全部检查了一遍。 警察来了之后,给他们做笔录。 原来他们在房车上开party,不成想撞车了。 房车主人宋燕转去私人医院做检查, 留下他们几个在公立医院苦苦等候。 宋爷爷给我发来消息,问宋燕的情况。 我跟他说宋燕已经转去私人医院。 下班前,我收到宋燕的消息。 我受伤了,先转来经历私人医院这。 太晚了,打电话他家里担心,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签个字。 我没有回他,路上宋燕直接打电话过来。 我不耐烦地说,宋燕,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不说出你那些破事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说完直接挂断,宋燕一句话也没说上。 挂完电话,宋燕还继续给我发消息。 宋燕直接在聊天矿煽情发言, 秦秦,我现在行动不便,特别需要你。 我直接回他,现在行动不便, 刚刚还有精力跟你的秘书团队开party。 我一语点破,宋燕直接住嘴了。 宋燕离席后,大家都开始叽叽喳喳八卦起来。 我和宋燕婚后的事,没几个人知道, 现在顾行直接当面撕下宋燕的伪装, 我也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顾行牵着我的手,就离开餐厅。 路上,顾行一边开车,一边握着我的手。 对不起,刚刚那样讲,误伤你了。 我会握住他的手。 没事,他那样的人,不值得伤心。 这句话说完,顾行一路上都没再说话。 顾行刚跟我表白时, 我就将宋燕的事都告诉他。 我已经没有经历再去接受一个心切成很多伴, 每个情人都在他心间一半的男人。 回到家,顾行一进门就紧紧抱着我。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怎么了? 顾行边说边啜气, 对不起,要是我早点跟你表白, 你就不会遇上那个人渣了。 我紧紧贴着顾行, 命运的事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我和顾行能走到一起, 仿佛是命运的安排。 高中那会儿,我们虽然是隔壁班, 但是印象中我并不知道 有顾行这么一号人。 跟宋燕离婚后, 我住到医院旁边。 当天处理完宋燕的时候, 我回到小区, 碰上一只梨花猫。 天昏地暗的, 小猫都跟夜色混为一体。 我路过的时候, 它走过来蹭我。 我看它温顺可人, 停下脚步撸了几下。 它脖子上还带着个猫圈, 应该是小区住户走时的猫。 大冷天的, 小猫喵喵叫。 我不忍心看它在寒夜里冻着, 便把它抱去保安室。 在保安室, 我见到了梨花猫的主人, 也就是顾行。 我把猫抱回给顾行。 这猫挺有灵性, 一见到顾行, 就往它羽绒府里面钻, 还露出个小脑袋看着我, 简直可爱得不得了。 为了表达谢意, 顾行提议送我回家。 没想到, 我们俩就住隔壁。 分别时, 我俩加了微信。 后来我每次下班回到小区, 时不时有只猫蹭我的腿, 或者有只狗在我前面带路。 一开始, 我还很好奇小区里有这么多宠物。 后来保安告诉我, 那都是顾行养的。 顾行在小区楼下开了一家宠物医院。 宋燕和顾行最大的不同就是, 顾行只养小动物, 而宋燕只养女人。 甚至跟顾行相识一段时间后, 她不善人际交往的缺点暴露出来。 也不是不善人际交往, 是开口带着点蠢蠢理工直男气息。 一次, 我直了一周夜班回到小区, 夜色中时不时传来凄惨的猫叫声。 夜色中, 听到这凄惨的声音, 我无比害怕。 想走快点, 又怕万一哪窜出来一只小猫怎么办? 我抱着双手, 缓慢行走在道路上。 突然, 前面有个高大的身影, 我瞧着有点像顾行。 我颤颤微微喊了一句, 顾行, 是你吗? 那身影慢慢转过来, 路灯下我终于看清。 晴晴, 顾行, 你大晚上在干嘛呢? 我找小蜜, 大晚上发情, 出来找小野猫了。 小蜜也就是我第一次见顾行的那只梨花猫。 我拢了拢外套, 要不我陪你找找, 我刚刚听见猫叫声了。 顾行看了看我, 把外套脱下来, 给我披上, 还没正式夏天, 披上吧, 别着凉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 旁边草丛里传来一声凄惨的猫叫声。 我被吓了一跳, 顾行赶忙伸手拍了拍我的背, 没事啊, 我去看看。 我拉住他的衣袖, 你就这么贸然过去。 顾行拍了拍我的手背, 没事, 我专专业研究小动物的生命大和谐已经十年了。 我一脸震惊, 还有这专业。 顾行三两下, 就把小蜜从草丛里拽出来。 嘴里还不忘碎碎念, 怎么跟你说的, 路边的野猫不要捧。 找到小蜜后, 顾行先把我送回家, 再去解决发情的小蜜。 为着那次小蜜在路上下着我的事, 顾行带着他亲自煲的汤上门赔礼道歉。 我推散着他的汤, 顾行, 没事的, 你不用这么客气。 顾行站在门口, 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无奈之下, 我接过他的道歉。 之后顾行三天两头往我这跑, 不是送汤送饭, 就是带着小蜜来看我。 有一次, 我实在忍不住, 直接问, 顾行, 你怎么每天都闲着没事干一样, 老围绕在我身边。 顾行先深呼吸了一下, 缓缓开口道。 小蜜前段时间看上一对象, 我把他带回家, 让他们谈恋爱。 以前, 我只研究小动物的生命大和谐, 现在我想和你研究人类的生命大和谐。 我一脸震惊, 顾行, 你在说什么? 顾行有点不知所措, 对不起, 我用词有误, 我我我是说小蜜找到对象了, 我我我也想跟你谈个对象。 不是不是, 就是我喜欢你,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全世界能把表白跟小动物谈恋爱做对比, 大概只有顾行这种兽医理工男一个人了吧。 我看着面前因为刚刚几句话急得脸都红了的男人, 不自觉笑出声。 行啊, 要不我们试试。 顾行抬头看我, 啊? 我把他怀里的小蜜抱过来, 我说我们可以试试先谈恋爱。 我答应跟顾行在一起, 顾行像是个被肯定的小孩子一样, 做事变得更积极了。 顾行一日三餐带着饭盒往医院跑。 小蜜的老婆已经生了三只小猫, 全家都养在顾行家里。 我每次下班一脸疲惫的时候, 都喜欢去看看这幸福的一家子。 看着这幸福的一家子, 我也萌生成家的念头。 顾行看出我的想法, 直接放下逗猫棒, 急匆匆跑去挑戒指。 我和顾行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我俩只是简单领证, 加之我俩没有办婚礼, 没几个人知道我们结婚。 上次的高中宴会, 我正式在众人面前 官宣我和顾行的关系。 却因为宋宴闹得极不愉快。 顾行并没有受到那次宴会干扰, 还是照常花心思照顾我和小蜜一家。 下班后, 她过来接我, 我俩散步回家。 到小区门口的时候遇上宋宴。 宋宴一手插兜, 见到我们, 伸手把嘴里的烟掐灭了。 宋宴看着我们食指紧扣, 皱起眉头。 晴晴, 顾行率先开口, 前夫哥, 有事。 宋宴十分不悦。 前夫哥, 我义正词严地说道, 她没叫错。 宋宴也没有继续废话。 晴晴,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我看着顾行, 就在这说吧, 我们还要回去喂猫呢。 宋宴冷笑一声, 你以前从不养猫。 我直截了当, 是你不喜欢, 我可从来没有说我不喜欢。 宋宴被我的话噎住了, 我又补充道, 没有事, 我们先走了, 麻烦嚷嚷。 我也没理会宋宴。 顾行也很了解我, 牵着我直接越过这位前夫哥。 路上, 顾行把我握得更紧。 我抬头盯着他的双眼, 昏暗的路灯下, 显得极其温柔。 我跟保安说说, 下次前夫哥再来, 赶他走。 我被他的话逗笑了, 没事,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顾行一脸委屈, 可是你看到他不高兴了。 我说, 让他站着吧, 毕竟他的作息都是在床上, 难得有机会能站着。 顾行被我说笑了, 俯身在我耳边说了几句。 我一脸害羞地看着他, 我跟顾行一起进了门, 领证后, 我就搬进他的公寓, 夫妻也没必要住两间公寓。 我去猫架抱小蜜, 顾行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 几十分钟后, 我接到楼下保安的电话。 林小姐, 你老公在楼下被打了, 我赶忙穿上外套来到保安室。 一进门就看到宋燕, 还有顾行兄妹俩。 顾行刚刚出门, 跟我说他亲妹过来送个东西。 我焦急地上前询问, 怎么了顾行, 伤到哪了? 宋燕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晴晴, 没想到你离开我眼光这么差, 情敌都找上门来了。 我一脸不耐烦地说, 宋燕你有毛病吧? 这是顾行亲妹妹。 顾行妹妹手也受伤了, 我刚刚说了半天, 她是我哥, 这人怎么就跟聋了一样? 得到证实后, 宋燕离去。 我也没理会她, 直接跟保安交代后, 带顾行兄妹俩回家。 顾行妹妹坚称自己没事, 学校有门禁得先回校了。 顾行也没留她, 先让她回去了。 一回到家, 我翻出药箱给顾行上药。 棉签一碰到伤口, 她就嘶嘶叫。 老婆, 疼。 还知道疼, 刚刚跟人打架, 怎么不知道疼? 顾行一脸委屈, 前夫哥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上来就是一拳。 我很是气愤, 刚刚应该叫保安严加处理。 上完药, 小蜜跑过来蹭我的腿。 小蜜的老婆自从生孩子后, 都不太搭理她。 我把她抱起来, 亲了两下。 旁边的顾行有点吃味, 男女瘦瘦不亲。 我, 顾行, 你怎么连猫的醋都吃? 顾行把小蜜抱下去, 捧着我的脸一顿猛亲, 手还不老实。 摸来摸去, 我推了她一把, 小蜜还在这呢。 没事, 她智商没那么高。 最后, 顾行还是把我抱到房间锁上门。 关门那一刻, 我还记着小蜜趴着门缝, 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看着我俩。 天刚擦亮, 我妈就打电话过来, 说宋燕跑到我家, 告状我老公把她打了。 明明是她倒打一耙, 还恶人先告状。 我也没有顾及跟宋燕之前的情分, 直接跟我妈说了。 宋燕这人, 简直一头黄鼠狼。 我揉着酸痛的腰起床, 小蜜还在房门外蹲着。 看着她, 我总有种被捉奸的感觉, 明明我和顾行 才是正儿八经的夫妻。 顾行把早饭准备好, 我吃完赶紧出门, 小蜜一直在家看着我, 都把我看得不好意思了。 刚到医院前台, 后面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转身一看, 是顾行的妹妹。 顾指, 是昨晚伤到哪了吗? 顾指摇摇头, 没有嫂子, 就是有点过敏。 我对烟有点过敏, 应该是昨天宋燕还沾着烟味。 我带她到诊室, 给她书页, 身上的红枕比刚来那会儿好多了。 我跟同事调班过来陪她, 顾指手上还挂着点滴, 嫂子, 我以前在我哥的朋友圈见过你。 我笑了笑, 开口道, 刚领证, 你哥就直接在他朋友圈公开了。 顾指又补充道, 不是哦, 是我哥上高中那会儿, 我十分疑惑。 顾指给我翻顾行的朋友圈, 顾行是那种每天两三条朋友圈的人, 他朋友圈不是他招猫的合照, 就是他逗狗的视频。 我们俩翻了很久才 翻到他高中那会儿的朋友圈, 仔细查看, 有一张跟其他朋友圈格格不入, 就是他在学校走廊的照片。 里面的顾行正在看书, 走廊的对面正是我。 顾指在旁边喋喋不休, 我哥朋友圈里 唯一的一张有人的照片, 就是这张。 当时我还以为你是他女朋友, 但是后来没听他提过。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很眼熟, 像是在哪见过, 想了好久才翻到之前朋友圈, 你是我哥朋友圈唯一出现的人。 我指着合照里面的顾指, 顾指, 你哥也在里面呢。 顾指很是直爽, 他算个人吗? 从小到大, 天天跟小动物混在一起, 无所事事, 整天招猫斗狗。 我就没跟他说过几句人话。 你跟他结婚了, 要管管他, 不能老这么天天跟小动物待一块, 人话都不会说几句。 我这怎么劝呢? 顾指抓着我的手八卦, 嫂子, 你给我讲讲你跟我哥高中的事呗。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高中的时候, 没见过你哥这人, 我们是后来住隔壁才认识的。 顾指一脸震惊, 不可能, 我哥朋友圈除了小动物。 只有你出现过。 我也很疑惑, 虽然我们住隔壁班, 但是我真没印象有顾指这么一号人。 但是听顾指的口气, 好像顾指很早之前就见过我, 甚至还一丝暗恋我。 以前的事顾指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我打电话给闺蜜, 高中那会儿你认识顾指吗? 闺蜜刚睡醒, 带着浓浓的鼻音? 顾行, 谁呀? 哦, 你老公, 咋了? 我又问了一遍。 林静迟疑了一会儿, 顾行啊, 高中隔壁班的, 上学那会儿这人痴迷小动物, 整天研究小动物的生命大和谐, 甚至还妄想打通人和小动物之间的语言障碍。 他说这样更能深入研究生命的奥秘。 反正挺奇怪的一人吧? 你问他干啥? 我跟他交代实情, 上学那会儿你有没有加他的微信? 林静顿时来了兴致, 小晴晴, 你不会要问他当时朋友圈有你照片这是吧? 我很惊讶, 你也知道。 林静继续说, 你不知道, 迄今为止, 你是他朋友圈唯一的活人。 我们当时以为他暗恋你, 可是当时宋燕说你根本不会看上除了他以外的男人, 所以这个八卦就一直压着。 没想到你跟宋燕离了, 还跟顾行好上了。 老天爷都想打宋燕的脸。 我再次发问, 你是说顾行高中那会儿就喜欢我? 林静很肯定地回答。 跟他寒暄几句之后挂断电话。 顾行一直暗恋我, 我都没有发现过。 不行, 我要找顾行亲自问清楚。 送完顾止回校后, 我独自回家。 走到小区门口, 又撞见宋燕。 真应该听顾行的, 下次他再来就让保安赶走。 宋燕直接走到我面前拦住我。 我不耐烦地开口, 宋燕, 让让。 宋燕赶忙解释道, 晴晴, 能聊几句话吗? 此时我的手机响了, 是顾行。 看见没, 我老公喊我回家喝汤。 晴晴, 你以前很少喝汤的, 那只是你觉得我不喝, 不要把你觉得强加在我身上。 我想绕开他往前走, 宋燕堵在前面。 晴晴,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听了一顿恶寒, 宋燕, 你不是挺喜欢那些阿猫阿狗吗? 宋燕有些冷脸, 那只是意外。 我无比恶心, 在婚房跟小三乱搞是意外, 在公司公然选妃是意外, 在房车里开车是意外。 宋燕, 你可真让我意外。 别以为我不知道, 既然你喜欢跟外面那些野猫生命大和谐, 我给你自由, 你就去大和谐吧。 说完, 草丛里冒出来一声浑厚的猫叫声, 有点像小蜜。 我宋燕还想拦我, 我直接甩开她的手。 草丛里, 顾行刚好抱着小蜜出来。 我疑惑地问她, 顾行, 你抱着小蜜干啥? 小蜜还在她怀里扑腾。 顾行伸手按住她, 又发情了, 趁我不在, 出来找小野猫。 没事, 我明天给她安排手术, 把她淡淡嘎了。 顾行的突然出现, 打断了宋燕的节奏。 顾行直接朝着宋燕发话, 前夫哥, 要不明天你也来看看。 宋燕摇摇头, 有些慌乱, 直接告别。 顾行故意提高音量, 小蜜乖, 明天我亲自操刀, 保证根除。 找外面小野猫就该绝育。 我看着嘚瑟的顾行, 笑出了声。 我和抱着小蜜的顾行回到家。 我问顾行, 你高中就认识我? 顾行眼神有些闪躲, 弯腰把小蜜放到地上。 那个, 我高中见过你来着? 我走过去逼问他, 就有次在楼道, 当时看小猫生命大和谐看入迷了, 你打断我了。 我走过去拍他, 知不知道你当时未成年, 竟然敢看猫片? 老婆我错了, 不看猫片了, 看人片。 我一听, 你还敢看人片, 信不信把你送橘子里听叔叔讲话本子。 顾行慌了, 老婆不敢了, 不看片了, 我制片吧。 我抬脚一顿踹, 还没踹着就被顾行抓住脚踝。 他伸手一揽, 把我横抱起来, 抬脚往卧室走。 我把和顾行的结婚照同步到我的朋友圈, 引起不小的轰动。 高中同学已然知情, 宋燕婚后出轨, 此番网络公开都是一片祝福。 宋燕的亲戚还蒙在鼓里, 在我的评论区下阴阳怪气。 我直接出面澄清, 撕下宋燕的面具。 我该学着顾行爱我的模样, 给他一个正大光明的身份。 小蜜术后几天, 瘫在猫窝里一动不动。 顾行最近忙着给小区的其他小动物看病, 忽视了小蜜。 我拿顾行的一级宝典照顾小蜜, 正当我把一级宝典放回书房时, 在一个隐秘的角落调出来一本日记本。 我打开日记本, 饶有兴慰地看了几页。 2023年2月1日, 今日份汤羹, 杏仁猪沸汤。 春天应该喝点润沸汤, 最近老婆刚刚杨康, 嗓子不太好, 医院又是大夜班。 心疼老婆。 2023年6月3日, 今日份汤羹, 黄豆苦瓜排骨汤。 老婆最近夜班都上火了。 这汤不错, 清热解火。 夏天容易油腻, 下次炖的时候, 把油捞掉。 very nice。 2023年9月4日, 今日份汤羹, 冰糖雪梨热成汤。 最近天气干燥, 老婆嗓子不太好, 给老婆喝, 老婆夸我说好喝呗。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应该加点红枣, 美容养颜。 2023年12月4日, 今日份汤羹, 人参乌鸡汤。 最近把老婆折腾的, 得好好补。 小番鼠说, 这个专补气血。 顾行除了研究 小动物生命大和谐, 为二的爱好 就是研究菜谱。 看着看着我不禁红了眼眶, 我闲少做汤羹, 拿着顾行的菜谱 在厨房手忙脚乱。 忙活大半天, 终于熬出一锅像样的汤。 刚关火, 顾行就回来了。 他一进门, 看见厨房乒乒乓乓乓的我, 急忙冲过来把我抱出厨房。 老婆, 你想吃啥告诉我, 我来做饭。 专家说了, 油烟容易使皮肤衰老。 我看着激动的顾行, 笑出了声。 我和顾行的婚礼定在年底。 两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 顾行亲自长厨。 妈妈看着我只会吃, 不会做饭, 叮嘱道, 你就只会吃。 顾行的妈妈, 也就是我的婆婆, 笑着说, 没事, 小行挺爱做饭的。 以前我们还担心, 他只跟小动物讲话, 现在有了情情, 才回归正轨。 小行炒的菜堪比五星级大厨, 亲家要多尝尝啊。 说着说着, 两家人都笑起来。 顾行端菜上桌, 扒菜一汤。 顾行一味给我夹菜, 够了够了, 我快吃不下了。 不行不行, 现在一个人吃, 两个人补, 多吃点。 我妈都嫉妒了, 把碗端到我爸面前, 我爸看了看我们, 给老婆夹了一大碗菜。 小蜜看着我们一家子在吃饭, 也想过来蹭蹭。 姥姥疼, 妈妈爱。 小蜜被撸得舒服地瞇着眼, 顾行一走近, 小蜜就逃走了, 仿佛在说, 狗东西, 莫挨老子。 怎么办, 她好像不是顾行说得那么没有智商, 起码她还记得谁给她动的手术。 我和顾行的婚礼如约到来, 晨起化妆时, 房间门打开, 宋燕慢慢走进来, 我放下手中的镜子, 宋燕开口, 情情, 对不起。 我直截了当, 如果你来参加我的婚礼, 我欢迎。 如果你有别的目的, 抱歉, 我孩子她爸不同意。 宋燕一脸震惊, 你怀孕了。 我点点头, 宋燕低下头, 抱歉, 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 可以来找我。 我直接回她, 不用了, 顾行只研究生活和小动物, 不像你, 只研究跟外面小野猫的那档子时。 说话间, 小蜜从门缝里走进来, 朝着我咪咪叫。 小蜜作为我和顾行的牵手吉祥物, 被挂上大红蝴蝶结。 她走过来, 在我裙摆旁边蹭来蹭去, 我把她抱起来。 旁边的宋燕看着看着就哭了, 对不起, 我把你弄丢了。 我直接开口, 宋燕,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收起你的眼泪吧。 刚刚窝在我怀里的小蜜抬起头, 一脸凶狠地对着宋燕嗷叫几声。 我说, 宋燕, 猫都嫌弃你。 顾行不知道从哪听到宋燕来了。 妆还没话好就闯进来, 提起拳头就想揍她。 伴郎团及时赶到, 拦住了她。 我走过去安抚顾行, 老公, 咱还要举行婚礼, 让她台下做个嘉宾吧。 顾行直接开口, 我嫌前夫哥不吉利。 大喜日子, 现场感人也不太好, 伴郎团过来劝顾行, 不要置气。 随后, 顾行恶狠狠地盯着宋燕, 把我手里的小蜜夺过去, 塞到宋燕怀里。 顾行凑近宋燕耳边说了几句话, 听完的宋燕脸色苍白。 我牵着顾行的手走过花门。 我问顾行, 刚你跟宋燕说了啥? 顾行贴到我脸上, 我说她要是赶在我的婚礼闹事, 我亲自操刀就把她变得跟小蜜子一样。 我笑着问她, 老公, 我觉得小蜜智商 好像不像你说得那么低。 顾行一脸狂骂, 瞎说, 我专业研究小动物十年。 我补充道, 是指研究他们生命和谐十年吧。 台上, 我和顾行交换戒指, 互说誓言。 正好好说着说着, 顾行听着听着哭了, 我抱着哭唧唧的顾行。 看着窝在我怀里的顾行, 宋燕站起身, 转头离开结婚现场。 婚后, 我听妈妈说, 宋爷爷已经知道宋燕出轨的事, 直言很抱歉, 没交好孙子。 爷爷辈的情谊终究无法在我们这辈延续, 宋爷爷也看开了。 但是一见到宋燕, 总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宋燕也没脸见他爷爷, 直接申请飞到国外进修。 逢年过节, 宋燕如同普通朋友一样, 给我发祝福。 顾行有点吃醋, 用自己手机定期给宋燕发我们的全家福。 看看, 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 有一天我好奇打开顾行的手机, 翻到他发给宋燕好多照片。 文件传输住手里, 我无意间发现有几个视频家, 我直接打开, 里面全是猫片。 我不小心按下播放键, 小蜜寻声而来, 冲着手机一顿狂叫, 摆摆猫爪动动身体。 我安抚他, 别叫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片场休息时间, 我有些无聊。 索性拿起手机刷起了帅哥视频。 结果系统直接给我推送了 隐婚一年的影帝陆时宇的腹肌视频。 视频里的他宽肩斩腰大长腿, 见眉心目小翘臀, 露出的肌肉线条流畅。 和陆时宇结婚一年, 我和他见面的次数趋之可数, 完全不知道他私底下身材居然这么好。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可我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小会的功夫, 就已经被蹲在一旁的狗仔偷拍了下来, 甚至就连我咽口水的动作都没放过。 我看着网友们的黑屏, 彻底无语了。 不是, 这年头我刷自己男人视频也能被骂。 原本按照我的胡样, 这是过不了多久, 热度就会降下去。 可偏偏这时, 一直抢我资源, 看不惯我的当红小花成雪, 却突然发文内涵, 我蹭热度不择手段, 让原本降下来的热度又冲了上去。 我就知道, 人与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林毅是真恶心啊, 不像我们姐姐, 人美心善又低调。 甚至还有人在评论区底下爱特我, 不是谁都可以进娱乐圈的, 能不能学学人家。 我被成雪的发文气笑了,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感情好处他全占了, 还顺带踩我一把是吧, 隔行如隔山, 我助他失败。 我自从出道以来, 就一直被黑, 哪怕是喝口水都能被喷恶心, 所以面对这些黑瓶时, 我早就不在意了。 索性就懒得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热搜, 直接刷起了视频。 可一个视频还没刷完, 手机屏幕上方就弹出了几条热搜词条。 警号影帝陆时宇恋爱恼, 警号。 警号影帝陆时宇怒对网友, 警号。 看到陆时宇三个字的时候, 我心咯噔一下, 顿时有种不好的感觉。 立马点进了那条热搜, 原来是五分钟前, 陆时宇怒对了那些骂我长得丑, 晚得花的网友。 陆时宇性子冷, 清冷金贵, 这还是他头一次怒对网友, 不是, 这年头看自己男人也犯法, 我的身体能吸引他。 这是我身体的福气。 算了, 我和一群没对象的人计较什么呢? 一连三条, 围观的网友彻底震惊了。 评论区下面更是一片问号, 不是, 陆哥什么是看自己男人啊? 你和林毅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真的哭死, 他宁可说他的身体能吸引他, 是他身体的福气, 到底是吃了几个恋爱脑啊? 这真的是我们录影帝发的吗? 陆哥, 你是不是被盗号了? 肯定是被盗号了, 要不然我们陆哥 怎么会发这样的消息? 就在网友们猜测是不是被盗号时, 下一秒陆时宇就在我的微博底下留言, 呜呜呜, 老婆, 什么时候回家? 我的腹肌想你了。 我和陆时宇结婚纯属意外, 他是我闺蜜的哥哥, 一年前我处于事业低谷期, 为了省钱, 我借住在了我闺蜜家, 结果第一天见面就撞见陆时宇的父母催婚, 我缺钱, 陆时宇缺对象。 两人很快就达成共识, 准备协议结婚。 婚后互不干涉各自的私生活, 每个月卡还随便花, 再加上我是个严控, 陆时宇作为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 都没得挑, 我没理由拒绝。 可他性子实在是太冷, 结婚一年以来, 聊天的次数趋值可数, 实在是太无趣。 好在我跟他签的协议是一年。 眼看着协议马上就要到期, 原本是打算拍完这部戏 就回去跟他提离婚的, 却没想到他突然会整这么一出。 当我看着陆时宇的留言, 有些不知所措时, 手机里用一条接着一条 弹出了他的消息。 老婆,今晚回家吗? 不是我想你了, 是我的腹肌想你了。 还有老婆, 你为什么看我的腹肌视频 不点赞啊? 我跟你说, 我当时角度没选好, 拍得不好看, 但我发誓, 真不是我身材不好。 不信的话, 你今晚回家自己摸摸看。 你不会以为 我是想用腹肌吸引你回家吧? 我才不是那种 有心机的死绿茶。 我看得都快惊掉了下巴,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这么离谱的消息 真的是他发的吗? 陆时宇作为影帝, 热度本来就高。 他的留言已经发出, 评论区早就沦陷了。 许多网友开始深拔我和他的过往, 以及我和他隐婚的各种时间线。 没想到没拔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线, 但是顺藤摸瓜, 拔出了陆时宇的微博小号。 图片里赫然显示着陆时, 于一分钟前给我发的消息。 微博小号一经扒出, 他之前荧幕里的高冷形象算是彻底崩塌了。 评论区底下乱成一团,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陆哥居然真的是个恋爱脑。 原来屏幕前的高冷影帝, 私底下是个变着法子吸引老婆回家的乖巧小狗, 我真的哭死。 陆哥说他真的不是死绿茶的时候, 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笑死, 神特么的我的腹肌想你了。 陆哥, 我谁土不服就服你。 原来男明星谈恋爱, 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土啊, 哈哈哈哈。 甚至还有人在评论区爱特我。 嫂子, 你再不回家, 我们陆哥真的都快成绿茶了。 我看着评论和越来越高的热度, 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还没来得及询问陆时宇是怎么回事, 就接到了陆时宇经纪人的电话, 电话里的他告知我, 陆时宇今天上午拍戏的时候摔到了脑袋, 醒来后什么也不记得, 只记得我是他最爱的老婆。 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算是明白了他反常的行为。 拍完戏后, 我就匆忙从片场赶回了家。 我刚打开门, 里面就传来了陆时宇震惊的声音, 协议结婚。 我和我老婆怎么可能是协议结婚? 在得到陈杰肯定的回答后, 这次又炸了, 嚷嚷着要跳楼, 我算什么东西啊, 居然还敢跟我老婆签协议。 我之前肯定是疯了吧, 也难怪我老婆现在都不回家了。 我算是没脸看到我老婆了, 我现在就去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我的脚步瞬间僵住, 听到这里也有些不淡定了。 这还是我记忆里金贵清冷的影帝老公陆时宇吗? 怎么失个亿, 性格也变了。 站在门口愣了半天, 正纠结要不要进去时, 陆时宇刚好转身, 视线猝不及防和我对视。 天过头的那一瞬间, 她的脸上还挂着一丝晶莹的泪。 看到我后, 她立马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委屈巴巴地蹭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跟我道歉。 老婆, 对不起, 我是真不知道我以前那么渣。 她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 你放心, 我马上把那破协议给撕了。 我是打死也不会跟你离婚的。 记忆中的陆时宇 基本上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这还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她, 一时间我还不知道怎么跟这样的她相处。 下意识把求旧的目光看向了陈姐, 结果陈姐二话不说地直接开溜, 边开溜, 还边忍不住握住陆时宇的手, 一脸激动道, 陆影帝, 你不要伤心了, 因为你的墙来了。 我, 好好好, 就我一个大怨种是吧。 陆时宇摔坏脑袋, 误以为我和他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解释一下。 可这次一听, 我跟他之前完全没感情后, 又不高兴了。 漆黑的眼睛, 湿漉漉地看着我, 语气笃定道, 我们之前不可能没感情。 那要不然, 为什么失忆了我, 谁也记不得, 只记得老婆呢? 那为什么我看见你就心跳加快呢? 我, 一番话又彻底地把我堵了回来, 见他一脸固执, 疲惫一天的, 我也没精力再跟他解释下去了。 洗完澡后, 就准备去客房睡觉, 结果陆时宇又不高兴了,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委屈质问道, 老婆, 我们不是夫妻吗? 为什么要分房睡? 我头疼地解释道,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分开睡的。 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 我一个年轻力壮, 朝气蓬勃的小伙子, 又不是不行, 怎么会跟自己老婆分房睡呢? 除非我以前是个大傻X。 我, 见过失忆的, 头一次见失忆后, 连自己都骂的。 我已经开始期待, 回头他恢复记忆后, 听到这话的表情了。 失忆后的陆时宇, 实在是太难缠了, 怎么也不肯分房睡, 我也不肯让步, 怕回头他恢复记忆后, 觉得我占他便宜, 那就怎么也说不清。 见我态度坚决, 他就像瘪了气的皮球一样, 整个人都奄奄地, 不舍得离开我的房间, 一步三回头。 我装没看见, 好不容易快把他红走了, 结果我和初恋将临的感情时, 又被考古了出来, 一大堆网友又磕起了胡咖女星 和当红歌手的过气堂, 收到热搜提示的他的醋坛子 立马又翻了, 什么都磕, 只会害了他们。 什么过气堂, 都分手了, 还能磕吗? 都能分手的男人, 算什么好男人, 一看就不靠谱。 前夫哥的新专辑, 叫什么名字, 我要给差评。 我看着一旁小声嘟囔, 因为吃醋满脸不高兴的陆时宇, 莫名觉得他有些可爱, 便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 结果前一秒还满脸不高兴的他, 在听到我的夸奖后, 脸瞬间就红了, 手紧张地紧紧拽住自己的衣角, 慌乱地移开自己的眼神, 不敢和我对视。 好家伙, 感情这小子这么容易害羞啊。 我和陆时宇的隐婚消息被爆出来后, 在热搜上挂了一个礼拜都没下去, 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而与此同时, 我和初恋将临的恋情也紧随其后, 形成一种极其诡异而又奇怪的趋势。 甚至还有网友在微博上发起了话题讨论, 锦号前夫哥和恋爱脑影帝, 你更该谁, 锦号。 而那些科我和江林过期堂的网友, 评论区底下都会被一个昵称叫江林你个香蕉banana的人统一回复, 持正上岗的爱情才好磕, 前夫哥这种顶多算丑人多作怪。 我一看这个昵称, 就知道这出自谁的手笔了。 难怪陆时宇今天一整天都偷偷摸摸地躲在书房, 连午饭都不肯出来吃。 我一阵好笑, 实在是不明白他这是吃得哪门子醋。 直到晚餐的时候, 陆时宇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 不同于以往年人的样子, 只是心虚地埋头扒饭, 就差把他做了亏心事这几个字写在脸上。 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 有节目组看中了这波热度, 花高价钱邀请我们参加一档直播真人秀综艺。 我原本是想拒绝的, 可节目组是给的实在太多。 而在听我说要去后的陆时宇, 也立即表示他也要去。 眼看我和他隐婚的消息爆出来了, 我也懒得管他, 索性由他去了。 但是没想到节目组也邀请了江林。 原本还高兴得某人立刻垮起了脸, 阴阳怪气道, 哟, 这不是前夫哥吗? 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上综艺了? 不像我上综艺都有老婆陪, 边说还边得意地往我这里蹭了蹭。 而在娱乐圈向来以好脾气著称的江林, 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起来, 放在兜里的拳头紧了又松。 现场的嘉宾都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 偏偏露食雨像是没察觉到一样, 一脸无辜地跟我撒娇, 老婆, 他瞪我, 我, 现场嘉宾。 而与此同时, 弹幕也早就炸了。 哈哈哈哈, 快笑死我了, 神特目的前夫哥。 家人们谁懂啊, 前脚他跟林一发消息, 说他不是死绿茶, 后脚就开始整着死出。 陆哥, 你的高冷人设真的塌了。 哈哈哈哈, 我发誓我作证, 我们陆哥真的不是死绿茶, 他只是单纯看不过去前夫哥而已。 原来不是前夫哥不会黑脸, 只是前夫哥没遇到我们陆影帝。 不是前夫哥玩不起, 而是绿茶更有杀伤力。 就问谁能拒绝一个 只对自己撒娇的小绿茶呢? 陆时雨凭借一己之力, 让全场沉默。 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节目组便开始打圆场, 跳过了打招呼的环节, 邀请江林唱歌来打破这种尴尬的氛围。 江林作为爱豆出道, 唱跳全能。 一首歌唱完,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就在大家都忙着鼓掌的时候, 陆时雨突然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 老婆, 前夫哥只会唱歌, 一点也不懂得关心姐姐, 不像我只会珍惜姐姐。 这丝也不知是不是故意没捂住脉。 这句话通过麦克风, 瞬间传遍了全场。 我人妈了, 江林的脸绿了。 陆时与茶里茶器, 跟以往镜头前高冷的反差, 让直播间的人气高涨。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他们就爱看这样的修罗场。 一整天下来, 我浑身疲惫。 明明针锋相对的是他们, 尴尬的却是我。 熬到今天录制结束后, 我就迫不及待地回到节目组提前安排好的房间。 刚松了口气, 走到门口, 一抬头就看到了站在门口守候多时的前夫哥江林。 我装作没看到。 下意识想转头离开。 身后传来江林无奈的声音, 躲了我这么多年了, 还要一直躲下去吗? 什么叫我躲她? 我分明是怕看到她污染了我的眼睛好吗?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我冷笑着停下脚步, 转过头看向她。 不是江林, 你没事吧? 你确定我是躲你不是怕你脏了我的眼睛吗?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家养的猪都知道自己油腻要减肥了, 你怎么就不能学学呢? 哦, 我忘了像你这种人是听不懂我说的话的。 那我就直白点, 你简直比我家的猪油还要腻。 听到我这么直白而又不留情面的话, 她的脸色也难看起来, 我们之间就不能好好聊聊吗? 我聊你个土豆, 我聊你个土豆, tomado, 果然她那股骨子里自带的优越感, 这辈子都改不掉。 我和她恋爱的那一年, 是我这辈子最不想回忆的一年。 和她在一起时, 她曾不止一次地扑我, 否定我的价值, 给我灌输各种大男子主义思想。 她认为我爱她就应该为了她留在她身边, 而不是大胆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所以才会在我准备进军娱乐圈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地动用她家里的权利搞黄我的事业, 将我试图困在她身边。 又在我得知真相后, 一遍又一遍地说她爱我, 爱人如养花, 如果她真的爱我, 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借着以爱之名将我束缚在她的世界里, 而是应该让我为自己而盛开。 恋爱不是束缚, 而是彼此成就, 不是捆绑, 也不是扑, 而是彼此相互尊重, 相互扶持, 然后顶峰相见。 听了我的控诉, 江林的脸上有被戳破后的难堪。 我承认我是很自私, 那陆时宇呢? 她就真的喜欢你吗? 她就真的不自私吗? 我冷笑道, 你不配跟她比。 有的人虽然外表冷漠, 不尽人情, 可却拥有一颗柔软正直的内心, 懂得尊重他人。 而有的人虽然外表温润如玉, 实则自私自利, 以自我为中心, 陆时宇刚好是前者。 我不想和江林过多纠缠, 说完这句话, 就干脆地走了房间。 门刚关上, 就接到了我经纪人的夺命连环口。 电话那头的她语气焦急, 宝, 你又被骂上热搜了。 我有些猛, 不是我老老实实上个真人秀, 也能被黑。 我点开热搜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刚才我被江林堵在门口的画面, 被人给拍了下来, 发到了网上。 图片一经爆出, 网友们就炸了。 有不少网友纷纷指责我, 结婚了还和初恋纠缠不清。 我就知道林毅这人人品不咋地, 一边吊灼录影帝, 一边又跟初恋暧昧, 真恶心啊。 娱乐圈的演员, 现在人品都插成这样了吗? 下头, 赶紧滚吧, 难怪她一直那么糊, 原来是人品不行。 甚至还有人爱特出了陆时雨, 陆影帝, 赶紧跟这种水性洋花的女人 离婚吧。 看到评论区后的我, 忍不住眉头一皱。 我不明白, 为什么现在的人 对女性的要求那么苛刻。 明明是一张很正常的图片, 可被指责的永远是女生。 此刻, 我的愤怒到达了顶峰。 刚准备开队, 就看见陆时雨现身评论区 回复了网友的评论。 一连几条, 看上去似乎比我还要愤怒。 离婚? 离什么婚? 这只不过是某些人 想挑拨我们夫妻感情的把戏而已。 你们以为我会上当吗? 只是一张图片, 凭什么说我老婆水性洋花? 为什么不说是江陵勾引我老婆? 就像是女生穿着裙子 走在马路上碰到变态一样。 难道就是因为她穿了裙子, 她就有错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都要用这么大的恶意 去揣测一个女生, 明明她们也只是受害者。 难道就因为花美丽, 错的就是花吗? 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 卑劣是卑劣者的木之名。 我老婆是什么人我最清楚, 难道就因为她跟别人聊个天, 她就成了罪恶滔天的恶人吗? 在我这里, 她想跟谁聊天就跟谁聊天, 这是她的自由。 真正爱一个人, 而是应该相信对方, 尊重对方。 你不让花开, 花就会枯萎, 爱人如养花, 爱她就是应该让她张扬, 而又自信地盛开。 陆时宇自从出道以来, 为人一直很低调, 再加上她没摔坏脑子 以前性格清冷, 从不会回复别人的评论。 可这一次, 她一连八条回复, 直接给爱特她的网友 都给输出懵了。 而陆时宇的这番话, 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给她圈了不少粉。 我看着陆时与密密麻麻的评论, 心里突然感觉胀胀的, 色色的。 我一直都知道陆时与骨子里 是尊重女生的。 所以, 在当初她提出协议结婚的时候, 我才毫不犹豫地同意。 经历过上一段卑劣 而又破碎的感情后, 看到她的评论后, 我还是忍不住感动。 原来真正爱你的人 是不会束缚你的, 哪怕你身处舆论风暴,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你, 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你。 我拿起手机, 正纠结要不要给陆时与发消息 说声感谢时, 突然就响起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 是陆时与。 他像是刚洗完澡的样子, 头发还没来得及吹干。 穿着个拖鞋就跑了出来。 对上我惊讶的目光,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跟我解释道, 老婆, 我刚刚看到评论, 怕你想不开。 说着又像是怕 提到我的伤心事一样, 又急忙安慰道, 老婆, 网上说的你别当真, 他们就是嫉妒你罢了。 我看着他 因为怕我难过着急解释 而胀红的脸时, 忍不住勾了勾唇, 脱口而出, 陆时玉, 你怎么这么可爱? 被我夸奖的某人 一下子就愣住了, 面色的红润 也一下蔓延到了脖梗处, 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起来, 老婆, 你刚刚 是在夸我吗? 在得到再次肯定后的他, 高兴地像只得到骨头的小狗, 在原地直接转起了圈, 结果一个不留神狠狠地磕到了门上, 听着撞击的闷声, 我都替他感到疼, 我下意识惊呼出声, 陆时玉, 你还好吗? 听到我的询问后, 他揉了揉脑袋, 缓了很久才回了一句, 我没事, 我微愣了一下,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 只有诗意前的陆时玉和我说话, 才会这么冷淡, 我有些忐忑地看着面前的陆时玉, 试探性地开口, 你恢复记忆了, 他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 半天才点了点头, 在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 莫名的我的情绪突然变得有些低落, 明明在此之前, 我还很期待他能早点恢复记忆, 早点结束我和他的协议婚姻, 可真当到了这一刻的时候, 我居然有些不舍,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已经习惯了他甜腻腻地叫我老婆, 变着法子地粘着我, 所以说习惯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见我沉默, 他眸光闪过我看不懂的情绪, 很快又被他垂眸脸去, 沉默了好久才开口, 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我尴尬地笑了笑, 结果他的话, 恢复记忆是好事, 之前因为你失忆, 我们离婚的事一直拖着, 既然现在你恢复记忆了的话, 那我们综艺录制结束后, 就去把婚礼了吧。 前一秒还好好的他, 不知道为何听到这话后直接就冷了脸, 转头就走, 留下一头雾水的我。 电话里, 我闺蜜听了我的描述后, 恨铁不成钢地骂了我一句, 林毅, 我恨你是块木头。 见我一脸懵, 他无奈地跟我解释道, 我哥就差把他喜欢你几个字写在脸上了, 你还要跟他离婚? 你说他不生气, 谁生气啊? 我有些不解, 录时与失忆后, 是误把我当成了他最爱的人, 所以才会对我好, 喜欢我。 可现在记忆恢复了, 误会解除了, 他自然不可能喜欢我呀。 听了我的话后, 他气得都快把手机砸了。 不是林毅, 我没见过比你还要直的侄女了。 你以为我哥是随便跟谁都会结婚领证的人吗? 他对你早就蓄谋已久了, 你看不出来吗? 他叹了口气, 索性直接摊牌了。 其实, 我哥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暗恋你了, 就连跟你领证也是他出的主意。 结果你这木头跟我哥结婚一年都没发现。 闺蜜的一番话, 让我愣了半天, 脑海里不断地回忆着 我跟录时与结婚一年的点点滴滴。 结婚一年以来, 虽然他很忙, 可每次出差回来他都会给我带各种礼物。 在金钱方面也是格外大方, 从不限制我花钱, 尽他所能地给我最好的经济条件。 他虽然性子冷, 可内心却十分柔软。 在我生病时, 会在拍完几个通宵的戏后, 连夜赶回来照顾我。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他面冷心热, 可仔细想想, 他似乎没有对谁那么好过。 我从未想过这是因为喜欢。 而至于我对录时宇, 自然也是有好感的。 所以才会在得知他喜欢我时, 心里才会像小鹿乱撞一样跳个不停。 真人秀第二天的录制是在海边, 在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后, 我打算跟录时宇坦白, 可他就像是赌气一样, 全程躲着我。 不仅是我, 就连网友们都看不出了不对, 弹幕上不停地飘着, 不是吧? 我怎么感觉 录哥跟林毅之间的气氛 有些不对啊? 对对对, 我也这么感觉, 总感觉我们录哥 像是在躲着林毅一样。 应该不会吧? 毕竟我们录哥昨晚的深情表白, 全娱乐圈都知道了, 我们录哥可不像是会生老婆气的人。 就是就是, 我们录哥这种恋爱脑估计觉得 老婆惹他生气都是自己的错。 我知道是自己反应太慢, 惹他伤心了, 所以才会在队伍比赛 捡贝壳环节时, 主动喊他, 陆石鱼。 第一次, 他装作没听到。 我不厌其烦地又喊了一次, 结果这人直接傲娇地 从我面前走过, 就是不肯搭理我。 我被他的动作可爱到了, 忍不住勾唇笑了笑。 按照我对他的了解, 不出意外的话, 他一分钟内绝对会回来。 结果还没到十秒钟, 这丝就等不及了, 故意冷着脸走到我面前, 刚刚是你在叫我。 家人们谁懂啊, 故意装作傲娇的小狗, 真的好可爱。 我故意模仿他的语气道, 是吗? 你可能听错了。 刚才还傲娇的某人的脸, 一下就冷了。 见他是真的不高兴了, 我也不逗他了, 把脸凑到他面前, 轻笑道, 陆时宇, 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刚刚确实叫你了。 对上他漆黑的毛子, 我说出了很想说的那句话, 我刚叫你是想告诉你。 我真的好喜欢你。 陆时宇的眼神里满是错愕, 反应过来后, 他的脸上浮现了难以置信的喜悦。 弹幕彻底沸腾,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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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杀了都给我杀了, 这是真人秀, 不是恋宗。 我真的快磕死了, 明明前一秒还装作故意听不到, 可后一秒又傲娇地故意在嫂子面前转来转去,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我们陆哥的小心思。 我这个单身狗就不该看下去, 好好好, 就你们会秀恩爱是吧? 有被伤害到, 别管了, 他真的超爱。 我真的哭死, 下辈子能不能让我谈一个这样的。 我和陆时宇在真人秀上秀恩爱的录像, 一个小时后就传遍了整个娱乐圈。 我和陆时宇被网友们评为娱乐圈最恩爱的夫妻。 看到这话的陆时宇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在录制完真人秀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家。 我有些不解, 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着急回来? 他一边认真的在衣柜里翻找什么, 一边回答道, 在找婚前协议, 我得把他烧了。 我怕你哪天突然改变主意, 后悔了。 我, 我和陆时宇签婚前协议的事, 他的兄弟姬林和周川都知道, 在得知我和他真正在一起后, 也急忙发来祝福。 姬林, 你小子花了那么多心眼, 终于得到了嫂子的芳心。 周川也紧随其后, 就是装失忆装那么久, 也不算白装。 我, 看到消息后的我下意识拧了拧眉, 什么叫装失忆? 姬林察觉不对, 急忙提醒, 周川你赶紧撤回, 嫂子还不知道陆时宇装失忆的事, 你小子怎么那么大嘴巴子就说漏嘴了呢? 我, 我真的拴扣, 遇见他俩, 真是陆时川的福气。 陆时川装失忆这事, 其实就算他们不说, 我也早就知道了。 前几天在电脑上查资料的时候, 我无意之间登录了陆时与某呼的账号。 刚刚好, 又看见了他匿名发的帖子, 结婚一年, 老婆对我一直很冷淡怎么办? 帖子发出去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也意外地火了起来, 楼主, 结婚一年了, 感情就冷淡, 你是不是身体不太行啊? 也有一种可能是你老婆喜欢上了别人。 而这条评论则是被陆时与秒回, 怎么可能? 我老婆才不是那种移情别恋的人。 这条回复可算是点燃了千万网友吃瓜的心, 感情楼主还是个恋爱脑啊。 热心的群众又开始纷纷给他提出建议, 要不楼主你试一下换换风格, 你相信我, 没有人能拒绝得了黏人小奶狗的。 陆时宇很显然听进去了那条建议, 有些犹豫地回答道, 那我突然换风格的话。 我老婆肯定会起疑心的, 楼主没有什么是一个失忆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失忆两次。 看到之后, 我也大概猜到了陆时宇失忆时装的。 我原本也不想揭穿这事, 可没想到倒是让陆时宇的两个怨种兄弟给揭出来了。 是福不是货, 是兄弟的锅他躲不过。 客厅里, 陆时宇刚接受完采访回来, 就迫不及待地跑回来跟我道歉。 他的语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老婆, 我知道这次是我做错了, 你也可以不原谅我, 但是你能不能别不要我。 说到最后, 语气里还带着一丝祈求, 因为紧张手指紧紧地蜷缩在一起。 看到这一幕, 我是又心疼又好笑, 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生气? 陆时宇微愣了一下, 可是我骗了你, 我诗意诗装的, 你难道不生气吗? 我老实回答, 我承认刚开始知道你是骗我的时候, 我是很生气。 他一下就紧张起来, 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 所以你是打算不要我了吗? 我摇了摇头, 骗人这事是不能原谅, 但你对我的爱可以原谅。 他眸光微亮, 湿漉漉的眼光直勾勾地看着我, 所以老婆,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又自顾自地嘟囔起来, 可是我骗了老婆是事实。 就这么原谅我了, 实在是太便宜我了。 那要不就罚我以后, 承包家里所有的家务吧。 哦,对了, 差点忘记把我的工资卡上交给老婆了。 我听着他的小声嘟囔, 心里忍不住一暖。 你看, 原来爱你的人, 你什么都不用做, 在他眼里你就是最好的。 哪怕他做了什么错事, 他第一件事想的不是怎么开脱, 而是积极主动地去解决问题。 爱你的人, 你只要站在那里, 他就会去爱你。 不爱你的人, 你为他跨越山海, 他也只会认为你是他的束缚和枷锁。 时光反复, 我们或许会遇见一些不好的人或是, 可我们依然要相信, 对的人会出现在时光的洪流中, 跨越山河万里, 来与你相爱。 而正好, 此时此刻, 我们彼此双手紧握, 满怀爱意。 番外小剧场, 参加完真人秀后的一个月, 我和陆时宇接受邀请, 参加了一场红毯活动, 在后台直接偶遇了 孤身前来参加活动的江林。 还没走近, 陆时宇就率先开始打招呼。 哟, 前夫哥, 怎么一个人来参加红毯? 是有什么心事吗? 差点忘了, 前夫哥目前好像是单身, 边说又边故意往我身上蹭了蹭。 呜呜呜, 老婆, 你看隔壁, 那个单身狗好可怜啊。 江林, 雨后是晴天家满怀爱意。